大陆这两年有个最红的词汇叫做网红 也就是网络红人 他们可能是明星 也可能是素人 而创造网红的摇篮 首推视频直播平台 有大量来自四面八方 各式各样的网络主播 在这个平台上与粉丝及时互动 创意与乐趣兼具 那么这个全新的社交娱乐方式呢 让年轻人着迷 也创造了许多新兴行业 但是要想在这里面 赚到宅男宅女的钱 得要有哪些本事呢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手机架好 瞧好角度 把自己美美地放进这五寸的小荧幕中 打上灯光 这个小小直播间就准备好了 主播最后再补上一点妆 上线开播 杰安baby 欢迎我的偶像杰安 杰安你好 我的偶像来我的直播间 唐玉玉的主业是个平面模特儿 一有时间就上线直播 他被粉丝赐给小中立体的外号 人气很旺 进入这个平台才一个月 一上线就有上万名粉丝涌入 我现在有一万名 一万名九百多个人 在直播平台 粉丝在线聊天 主播及时回应 互动的越多 粉丝的忠诚度越高 喜欢这个主播可以送礼物 谢谢不在乎送的宝石节 这些礼物的价值 从几毛钱到上千块人民币不等 一辆宝石节相当于120块人民币 一辆跑车相当于666块人民币 谢谢你才送的霓虹超跑 谢谢送的第二辆霓虹超跑 瞬间就有2000块人民币进账 这是时下最夯的直播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上线直播 别以为只有女主播人气旺 男主播同样很有号召力 看小一哥的直播宛如看演唱会 他没有学过表演却唱作居家 今年23岁的他 三个月前开始上线直播 一个月大约有一万人民币的收入 当生的九点会这万人民币 他其实更愿意宅在家里 他是个宅文化 宅文化的情况下 其实说有工作节省的时间 其实他需要有一部分的 娱乐的方式来消耗这个时间 所以我认为说他们现在通过 这种互动的方式 其实更多的是说 去让自己娱乐 而不那么孤独的去 自己宅在家里面 通过网路和外界接触 是实际下年轻人的社交模式 而手机的普及和网速稳定 加速了视频直播平台的火爆崛起 目前在大陆至少有20多个平台 而数量正在快速增加 但不是你想播什么都可以 裸露 色情 赌博 抽烟 政治话题 禁止直播 也不能涉及版权问题 这个平台有200多人负责24小时监看 一旦发现违规 立刻封号 只要遵守游戏规则 大家尽情玩 粉丝的打赏 由主播与平台三期分成 而这造就了大批草根网路红人 也吸引年轻人前扑后继 我记得你啊 我当然记得你啊 西西现在大四 她不急着找工作 闲暇时直播 最多一天可以赚几千块人民币 但对她来说赚钱其次 重点是好玩 很多人就表达出很喜欢你啊什么的 就会觉得很高兴 西西原本想做播音主持人 好过异校 但因为不想去外地读书 就进读了北京磁庄学院 直播平台的出现弥补了她的遗憾 而通过一次网路主播的海选 她认识了一个网红经纪人 协助宣传 对网红啊 碰滑 风行 碰满花 网红的崛起催生了一批网红经纪公司 晨晨最近把西西在内的旗下七位网路主播 与网友连续七天不间断的直播互动过程拍下来 放上网 点击率不错 西西的粉丝增加不少 不过这一切看在西西的奶奶眼里 实在很难懂 奶奶不知道 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模式 已经形成一股新的经济力量 而视频直播平台 是继微博之后 创造网红的最新平台 也势必带动起一波新情态的网红经济